無論如何都會有火山爆發 或者很大的生火 去到2021年 火山爆發生火 尤其是何時呢 就是當天上的火星去到巨蟹座 所以的確2021年是一個火山活動非常之頻繁的一年火頭處處 例如在5月22日 非洲的江國共和國就發生了一個火山爆發 而它是直接滅了一條村 這件事是非常之慘的 但我不知道多不多香港人知道 有時我們都不是那麼理國際新聞 尤其是一些不是我們一般會去讀的一些經濟大國新聞 但這件事其實那個震撼性對我來說都挺強的 因為直接滅了一條村 而5月22日 火星在巨蟹座 我們就叫一個入藥 即是很弱雞的那個藥的時候 但我經常都說 你不要以為它是弱雞 它就真的做不到事 它就是越弱雞才越要搞狗陣 另外還有 在10月20日 那時候 又有多一宗火山爆發 它就是發生在日本的九州亞蘇火山 而那個時候 剛好 都是火星在一些不漂亮的位置 所以我們回顧 真的是2021年 當火星在一些很壞的位置的時候 它就搞事了 然後 10月20日那時候 火星就是陷了 它直接落陷在天平座 所以日本的九州亞蘇火山就出事了 這裏是有少少少的新聞 是一些證據的夾圖 是給大家去看一看的 這裏有光果 然後這裏就有 就是這個日本 九州亞蘇火山 OK 還有粉絲的一些驗證 不過我還有記得 其實過去2021年好像是62島 好像是62島的火山都狂爆 而好像不是經常爆發的 你們自己去Google搜尋一下 所以 總之 對 好像是62島 我記得好像是 那你們自己去找找 那果然說中了 2021年那個火山活動非常之頻繁 而 2022年會不會再有一些 這些地學板塊運動都有的 長城 我在Part1都說過 但是 我看回之前的紀錄 原來我在2021年10月20日 我也早已經預言了 2022年 我寫什麼 我就說 下年2022年是地震年 小心 你可能問火山爆發和地震家屬地學板塊活動有何區別? 答若 力量由外路轉入地下 不透起床 也就是說 沒有火山的地震太距域 唐山 四川等 看路了 嗯 那我們來到2022年度 立即發生了什麼事? 嗯 我們可以想想 我們首先有雲南的禮江市 還有甘肅的青海 他們兩個剛巧就是一個在四川的下面 一個在四川的上面 一個在四川的上面 所以相信 四川 夾在中間 應該下一個都走快到四川的了 那 again 在我今次這個series的Part1 就有專門去講 2022的那些 地學板塊運動的預測 土生又是講一些政權 所以會政治鬥政治 還有水平是講政黨 政黨鬥政黨 OK 總之這些是大混戰 還有我都聽你說過 2021將會是更加難頂的一個日子 難頂的日子 是因為會變成一個文革 會變成一些鬥文而不鬥武的情況 那我想問我先就是 其實香港的環境會是怎樣的呢 2021 我之前都經常強調這一點就是 2021會是動文不動武的 那所以為什麼那時候都講過 其實已經是不分顏色了 因為你一搞到財產 就什麼人都會生氣了 記得我以前說不分顏色 一起去亂 是啊 果然由2021 一直到這個開始了沒多久的 2022的年頭 我們都一直看到很多相關的新聞 我還記得我以前曾經有一次 說了一個很棒的 就是一個 catchphrase 我說 我還記得有人不明白 什麼意思啊 一片綠 我說你想一下吧 綠色什麼顏色變出來的 黃家南就是變綠 到那時候已經連成一體 同聲一氣了 那我不記得了 那時候是可能純粹一個post 去打這段的文字出來 還是真的在一些節目那裏 說過 很經典的這段說話 但是anyways 我相信 很多粉絲都可以做證 你們不妨在comment那裏留言 記不記得我在什麼地方 說過這句說話 或者打過這句說話 OKanyways 我們的確是看到很多 這樣的新聞 實在是大快人心 心都涼買 成仙啟後繼往開來 回顧完2021年驗咒的預言 現在又去展望2022星的預言 綠色這個片段 是2022年1月10日早上 我希望你講得一次看 今晚會出這條part 5 of 5 話說最近我已經摺二連三 有一些在1月底的飯局 已經被cancel 被打亂 多得這個討厭的禁晚飯堂食令 而最近香港社會 亦都發生一個泰家保險 拒絕那些的士的保險牌的這單風暴 會影響約1.8萬兩的的士 恐怕就是今天 Monday 這個1月10日 就會有7000兩的士停運 當然我們可以由現實角度 時事或者一些政治的陰謀論 去分析這些事件 但是作為一個 臭角靈敏的尖聲師 我就聞得出這些是水星逆行的味道 因為設施水翼的common theme 就是包括 會打亂你的arrangement 會搞亂你的schedule 等到你要重新去organize organize很多約會 還有交通問題 今年2022會發生3次或者4次的水翼 你可以叫4次 為什麼可以叫4次呢 因為最後那次發生在年很尾的時候 12月29日 你當作今年還是下年 就up to you 但是我想說重點就不是3次還是4次 而是 他們逆行的星座 今年的水翼和上年的水翼 有同也都有不同之處 同就是我先去提一下 去年的水翼發生在什麼地方 就是三個風性星座 依次是水平、雙子和天平 都是宮內逆的 什麼叫宮內逆呢 就是真的within這三個星座裡面逆 而今年2022的三次或四次 水星逆行 就發生跨宮逆 那這次就是 首先水平逆向 摩蠍又叫山羊 接著是雙子逆向金牛 接著是天平逆向天蠍 接著最後年尾尾第四次 就是摩蠍座又叫山羊座的水星逆行 而for your information 那次是一個宮內逆來的 就是within摩蠍座有叫山羊座裡面發生 但是它就是跨年跨到2023年的1月 那今年的水域那些時間 麻煩你們看這裏的底圖 寫著Retro 它就代表Mercury Retrograde的意思 那你們自己看那些時候 而今年水域 那我會對它們有些什麼的預言呢 我就免得大費周章再花唇舌 因為去年已經講了很多 所以麻煩你們去回顧我去年的片 因為都是三個風聲星座 是吧 即是都是水平 雙子 天平了 是不是 那去年我沒講過 已經經常在大書特書 麻煩你們現在看一下底圖 我之前出過 即是去年出過一些什麼片 去講一些風聲星座的水星逆行 那所以呢 如果你們一向是有去follow開我 看我的片 那就應該會已經有個底的了 就知道原來這些風聲星座 水星逆行 會有什麼問題 今年會再發生 那就有一個非常之 很 applicable的參考在這裏 不過我都想在這裏提一下 今年的第二和第三次水域 OK 雙子和天平這兩次 麻煩你特別小心天氣的問題 是的 那就可能會有些大風雨啊 颱風啊 然後這些東西呢 很容易會影響外國的貿易 OK 那即是 可能有一些很厲害的大風啊 一些 一些 雨災啊 什麼都好 海嘯啊 然後是會打斷了 航運啊 空運啊 一些這樣的東西 可況在part 2都開始過 2022是超級相餘年 就會有很多海啊 水啊 霧啊 雨啊 一些霧霾 陰陰濕濕 潮潮陰陰的東西會發生的 所以那些什麼海嘯啊 水災啊 泛濕啊 總之天上雨 地下海 地上河的東西 那都要小心 會不會是因為這樣 然後再加上水液的影響 就導致一些 貿易之間的阻滯呢 還有我想說 今年我是絕對不會玩crypto 這個是我自己本人的取捨 正所謂那些什麼 此建議不作成任何投資參考 那些什麼風險自己成就 OK 總之我只是講我自己的取汰 雖然我現在手上是有crypto 但是那些錢我輸了都沒什麼所謂 我就有它放在那裡 但是呢我就不會再加碼進去的了 還有如果你們有買股票那些東西 麻煩不要碰那些 電子遊戲股 就是那些什麼 手遊啊 手機遊戲啊 電競或者電競 總之跟電子遊戲這些有關的東西 原因是什麼呢 為什麼我又不碰crypto 而且又叫大家不要碰那些 什麼電子手遊電競那些東西呢 因為木星由水平去了雙魚 今年是超級雙魚年 之前木星在水平 就是這個transition 會導致我剛剛說的那些地方 有很多的ups and downs 而今年的跨工水域 會大大將那些ups and downs放大 都說了 今年的三次水域 雖然是風勝星座開始 好像去年那樣 但是去年是三次風勝星座的宮內翼 而今次是跨工翼 由風勝翼向土勝 哎呀糟了我現在才發現 我之前說錯了 第三次天平座那次 不是翼去天蠍 怎麼會翼去天蠍 因為天平下一個 才是順行去天蠍 是翼回去處女 處女也是土勝星座 今年水域的shift 就是由風勝翼向土勝 然後第四次年尾那個 就直接是摩蠍的 又叫山陽的這個宮內翼 就正正式式是土勝星座裡面的水勝翼 即是說現在這個水域的整個shift 是由風勝入土勝 咦 聽到這裡 你們聽不聽到有一些玄機 這個shift 有沒有一些似曾相識 我給你們兩秒想想 2 1 講 答案就是 part 1 我沒講過的 今年的什麼日食月食 會由之前的那條什麼 蛇手雙子族 變成金牛天蠍族 是不是 你們聽回part 1 蛇手天蠍族 當然是講一些information 資訊交流 然後金牛天蠍就是講一些土地 資源很大的財產 一些物質的東西 原來 從2021到2022 不單止是日食月食族 由資訊交流 走去物質 那個重點的shift 現在連水液都是這樣體現 因為水液現在由風勝 水液每次的發生 上年就只是風勝 升了很久的水液 今年就有跨工液 風勝慢慢液回去 土勝升了這個跨工液 然後到年最後那次 甚至2023 就是真的有些專門土勝升 來的水液液 OK 那就是說 整個SIM 那個主題的重點 都是由風入土 風即是什麼意思呢 資訊交流 土即是什麼意思呢 資產 土地資源 我們最緊張的錢 我們的career 一些交易 那 這裡我忽然之間很死鏡 亦都是呼應到我一路說 魚艇會反艇那些原因 如果只是說我們這個最關心的地方 所以就是說會有很多的trouble去發生 那你想一下 那為什麼會特別多這些土地啊 錢的trouble去發生呢 就是因為那個pool大 那個基數大 那它出現那個error 就很大 OK 就是說很多人會從事這些土地資源的交易 例如瘋狂地去放售去賣樓 OK 即是記不記得這個什麼叫做pool基數大 那你出錯機會就會大 就好像那些人說 不做不錯 多做那你就多錯 那你什麼都不做 你當然是沒有機會出錯的 那但是 為什麼你會這麼多機會出錯 那就是很多人 起碼很多人去做這回事 OK 那所以呢 今年是真的絕對要小心 當大家從事土地貿易買賣的時候 麻煩真的要提清 看錯一些條款 其實不需要等到1月14號 正式水平助水域 如果有追開我 都應該聽過什麼pre 和post的shadow period 那所以我們現在已經踏入了 這個前陰影期 除了搞亂那些飯局 什麼的士保險牌 搞亂那些交通業 啊 連這個綠合彩都說改期 你說知不知道 說這些綠合彩 就想在這裡給一個 超級無敵開運提示大家 給全人類的 因為不交點入金牛座 而在不交點入金牛座 打後一個月內 以下的人的環財運會非常之好 而注意 這個能量是會不斷遞減的 在這個月之內 即一開始是最好 然後慢慢就越來越弱 還有怎樣去實穿環財運 就up to you 你想去買個合彩 你去買馬 還是你去等人 等人上門 各各各 送錢給你 你說哪有機會 那你自己去決定 但是看一下 這個綠合彩 更加好 第一個條件 是如果你的上升星座 是 我今次這個series裡面 part 3 & 4 裡面 12星座開運秘笈 講的四個星座 其中之一個星座 此例是條件一 然後條件二 就是如果你的星盆裡面 在天蠍金牛 獅子 水瓶 這四個星座內的其中三個星座 是有行星的 什麼叫行星呢 日月金木水火土北焦點都可以 如果退而求其次天海鳴都可以 此例是條件二 而講多一次 以上這兩個條件是必須符合 接著做到第三個條件 有了就更加好 你的乘數就更加高了 就是說 在我剛剛講的 這個獅子水瓶天蠍金牛 其中三個星座內的那些行星 形成了一個T三角上位 什麼叫T三角上位 就是一個對分上 再加兩個90度壓力上位 那如果你是幸運兒的話 就請好好爭取這個月 當然 綠合彩他們就說 因為疫情所以改期 所以如果你不賴水瓶 你就會賴疫情 但是這個疫情 我曾經已經出了一個post 我講過 它真心是一個偽命題 所以不再在 有什麼情緒 如果真的怕來年染病的話 大家去聽回part 2 接下來這個超級商業年 我反而擔心 就是很多 總之是跟一些濕濕濕濕 水有關的病毒 仍然都是這個主題 還有潮濕 有些東西發毛 拜託不要吃一些過期的東西 放在室溫那些東西 還有海鮮不要吃 海鮮真的不好吃 拜託 很容易禮 還有我身後我會預料到 這個是很虛的聲像 但是我加一點點靈感 我覺得接下來很多街市 海鮮店 會被大型封閉 甚至倒閉 如果封得久 他們就做不住生意 就是跟這些 水 海的病毒有關 甚至是一些 魚 會有很多水的菌 所以麻煩煮食 煮熟一些 尤其是一些 水的食物 壽司 壽司真的不好吃 魚生的 所以如果真的有什麼 疫情的話 我反而會擔心這件事 而我相信 很多魚村的朋友 最擔心已經不是這個 所謂的疫情 而是 我們究竟何時被人玩完了 在這裏我大膽推測 應該等到魚村今年生日之後 我們叫它行一個 Solar Return 等到今年的生日之後 我們就被人玩完了 很多的那些措施 就會去撤回 手中正寢 我們就可以 開心自由快樂地 無拘無束 所以即是說 可能到 不是可能 在生日之後 七八月 我們就美麗在望 我們這個魚村的村民 By the way 出完Part 4 到現在出Part 5之前 這段期間之內 我最近見到這宗新聞 which totally reminds me of 我Part 4講過的東西 那大家接下來2022就拭目以待 來到2022十二星座開魂秘笈 再次提到口水都乾 以下我講的這些星座 究竟你是看上星星還是太陽還是什麼 在Part 1我講金牛人的時候 是有解釋過的 好 先講天蠍座 今天非常之 fun loving 很多刺激的挑戰 你會感覺到幸福滿滿 你的興奮程度 是會直上雲宵 你會接觸到一些新的興趣 或者認識到一些新的人 或者你和一些新的人一起 一起去摸索這些新的興趣 這個人無論是朋友也有得 無論是你的戀人也有得 他們還很肯跟你經常去Deep Talk 會肯去聽你放負 還有分分鐘他還富過你 然後他又放一些褲給你 所以你不要去懷疑 去認識任何新的朋友也好 戀人也好 我沒有批評的意思 在放負的這方面 因為人畢竟有些時候 都是要去抒發一下情緒 總之你做自己 你完全去揭露自己 你去reveal 你的vulnerability 你reveal自己的雙巴 自己的一些陰暗面 這些東西給人 別人會對的 這個世界有一句成語 叫做什麼 臭味雙頭 這個臭 我不是說要去 說你們在做這些東西是臭 但是for lack of a better 成語 找不到一個更好的貼切 什麼 或者這樣說 一樣米 一樣白洋人 百貨撞百客 好 百貨撞百客實在太正了 這個成語 總之有人會對的 如果我說在一些興趣方面 尤其是有什麼的興趣呢 可以去享受藝術 你們可以一起去聽歌劇 去看戲劇 或者去逛一些museums 或者是一些很悠閒 總之不需要太過熱辣辣 身水身汗 太過動感的一些娛樂 好了 就算真的 我當原來這個興趣是 是 是 是運動的 但是這些運動呢 就是涼針針的運動 which is 游泳 水上運動 那你跟那些人一起去做 都可以的 again 就算我當你真的認識不到人 但是你自己去發展這些興趣 都是一個 好好給你去 top food視野 促進你成長的好時機 而我講的通通這些東西 由1月24號 去到3月5號 即是火星入旺 又叫山陽座的時候 是一個最好的timing By the way 這個火火魔傑事實物 我在這個series的part 3 是有講過的 好了 以上講的這些人 無論你 朋友也好 戀人也好 那個對象呢 尤其是會是 第一 一些給你年老的人 或者 第二 就算他年紀不是真的比你大 但是他的感覺 都是很成熟很穩重的人 還有 第三 可能是在你的團體機構裡面 例如你的公司或者學校 那個職位高過你的人 即是你的上司 或者你的老師 或者總之那些東西 好 接著還有 你們去發展這些新的開心刺激 新期有好玩的關係之後 慢慢去到下半年 就會非常之嚴肅 看待處理這個關係 即是你們之前 真的還是 顧著玩 一起去experience 去有很多新的體驗 但是久了 你們真的會 越來越去膠心 哎呀 這個簡直是我的鬚美 哇 這個 我簡直想他變成我的伴侶 怎樣怎樣 所以你說2022 是不是非常之浸憤 天蠍朋友 還有 生嬰兒也是一個 非常之好的時機 生嬰兒 由right now 你們看到這段片開始 去到六月 OK 如果過了這個階段 就由十一月 去到今年2022 冬至之前 都是做人非常之容易成功的黃金時候 好 講完天蠍 就講雙子 雙子座 十個有九個會轉工 特別是因為你一直在你的工作事業裡 感覺到好像被人打壓 直直冒名 出不了頭 OK 那個滿足感是零之下 你就會覺得不行了 我真的要找個 方向去轉一轉 還有說真的 可能是因為 就是全球經濟啊 這些 病菌啊 封關啊 這些東西是 打亂了整球人的 就是那些 職業啦 OK You are not alone 但是終於你忍到今年 你真的受不了了 你要爆了 OK 可能因為之前的時段 都會覺得 哎呀算了 以不並應萬變 是不是 哎呀我忽然之間轉工 可能我之後找不到工 更害怕 但是現在到2022 你真的忍不住要爆了 還有尤其是如果你覺得 工智不出頭的話 這個會是你去想創業的年份 但是呢 在你們做這些 就是你去找這些新的目標 去找新工之前 甚至去創業呢 我要問一下你一回事 尤其是過去這一年 2021年 你有沒有認識了朋友啊 OK 這些朋友可以幫你的 但是如果你一向是一個孤獨精的話 那在一個沒有貴人 幫助你的情況之下 我就不建議你轉工 也都不建議你去找工了 OK 因為有時候朋友可以在創業路上幫你一些東西 提携你 提携你 給你一些建議 或者就算你轉工 都可以介紹一些公司 是不是 加重一些人物去給你 但是如果2021年 你沒有失心朋友去幫你 成為你的asset的話 哎呀 sorry 來到2022年 如果你真的想去轉工 甚至去創業的話 我勸你不如 可能忍一忍更好 OK 不如你穩定了現在的工作 你去有什麼目標 你寧願用你創業的那個決心 去實踐你要出頭的那個目標 OK 其實說真的 在你存在的那個領域裡面 可能都有成長空間 那是不是真的必須要去轉工 或者去創業呢 OK 你在你既定的那個環境之內 你去重新去設定一些新的方向 去開闢一條新的械境 都 怎麼讀我是不是械境 械境 就是新的道路 都未嘗不可 例如 我當 可能你去轉你的position 你本身 由HR 你現在去做會計 是不是 或者你去轉一下你每天的那些 duties 你跟老闆申請 我想去接觸一些不同的tasks OK 那為什麼不 為什麼一定要大到要去想去轉工 或者去轉行 或者去轉行 創業 OK 我不是說不行 但是尤其是如果去年你認識了新朋友 他們接下來可以幫你 但是如果你是沒有朋友的話 sorry 你真是最好 不要考慮 還有我給我一個比喻 就是 你怎樣在一個本身既定環境裡面 你只是轉入裡面的工作性質 而不是轉你整份工 例如 我當你本身做freelance 你本身是去做一些服務的 例如你去賣一些精品 那你接下來你不賣精品 那你接下來去教學 好嗎 去教人做這些精品 那都是叫做 起碼你在活生理這個行頭裡沒有動 但是你只是轉了你裡面的一些小 duties 你明白嗎 OK 特別是 記住一下 聽著 3月2日去到3月27日 是你一個很容易大成大敗的階段 好的話你真的轉得對 不好的話你一轉你會後悔 所以你自己想清楚 還有可能你搞這些大決定之前 你找我去做一些私人personalized的占卜 去看一下究竟這些決定是否正確的 還有雙子 今年不要shun responsibilities 就算是一些無償的責任 你都不要挑剔 你都要去做 那就容易幫你去認識到新的朋友 所以就說 你去年認識到新朋友就好 但是你本身是孤獨星的話 那你靠什麼去認識新朋友 就是你今年去接受一些無償的責任 不要挑剔 那如果你們很快去打火熱的話 那儘管看看他們今年可不可以幫到你 去實現你的理想 By the way 我終於要講姜濤了 因為經過我算出來的結果 姜濤就是上升雙子座 而他的上升雙子座 就不會超過9am出生 但是說到現在 我忽然之間有一點點抹底 抹底 抹底是什麼呢 因為是這個揭物姜濤 當然剛剛已經是一個揭物 就是我可以去推他的盤 而去找到他的上升雙子座 拜9am的上升雙子座 但是真正要去講他很多人生之後的預測 我會有一點點抹底 因為我怕他那個粉絲團隊那麼強大之下 那我有些什麼說得不好聽 人家會群起而攻之 所以呢 其實我本身可以看到他更多事情 但是我真的 不是很敢去講 OK 或者看看將來的因緣 或者 whatever OK 但是呢 阿姜濤 如果你竟然是在grace我這條影片的話 我想恭喜你 因為雙子的朋友 接下來 2022年 你們的上司 可能是花姐 會比較forgiving 和loving 就沒有再那麼嚴肅 我只能登 OK 接著到喘女座 喘女座 2022年是你們的幸福年 好幸福 滿滿愛的感覺 其實這些幸福感當然是靠人來的 因為我們很明白 錢買不到幸福 錢買不到快樂 其實永遠都是人 愛 是吧 這些東西才可以給到一個 這些那麼溫暖的感覺 所以當然你就要主動去 那你怎麼主動爭取呢 那你就主動去聯繫多些的人 是吧 和多些人有一些很親密的來往 記住是親密 不是說吃一頓飯 吹兩下水 就可以給到幸福感覺 不是 你主動去跟別人去建立 或者去加強一些很感密的聯繫 OK 或者可能多些邀請親朋好友 去你家 多些虛寒敏戀 多些為身邊的人去著 多些為他們著想 OK 甚至跟他們一起住 co-live 或者跟他們合作 co-operate 傾聽他們的要求 那你就真的會找到你的靈魂伴侶 或者你的真愛 OK 還有 還有 在3月2號 雙魚座新月 至3月27號 水星 最終 即是你的首護星 還在相魚座 未入八陽座之前 這段段段 你們會變得非常之人見人愛 因為我們經常都知道 處女作是一個比較負真意性的星座 經常有些人在罵你們,不喜歡你們 但是放心 在我剛剛講的這個時段 你們簡直是人見人愛,車見車在 和無獨有偶 如果你們Single的話 特別是你們Single的話 你們的愛情運 或者算了,整體人員運 尤其是哪個階段會很好呢? 就是當火星在摩蕾又叫山陽座的時候 即是1月24日到3月5日左右 其實不是說到 就是1月24日到3月5日 你們那個愛情 或者整體的一些異性緣 什麼都好 會非常之強的 加上我剛剛講的3月2日到3月27日 是不是很緊接啊? 根本兩個實情是有些過分 你去抄下剛剛這兩個時段 和他們的Single 我覺得你們可能真的會 在這樣的時段 找到一些 他們都會衷心去愛你的人 所以真的不要浪費一些 星象能量 OK? 還有,夏天開始 就在這個人生 會進一步有更加多的合作的機會 或者是一些更加感密相處的機會 所以 例如我剛剛講你認識的那些人 因為 你真的很真心 很對待他們 我剛剛都提你們 是不是要為人著想 傾聽別人的要求 OK? 你的真心付出 會換到他們的相信 然後去到夏天開始 那就有一些 進一步的合作機會 例如什麼呢? 結婚 OK? 結婚我們在簽升學裡面 都是叫合作的一種 OK? 或者是 定婚啊什麼都好 或者如果真的有一些商業合作的話 就可能你會找到一些專業的 一些associates 是的 business partner 或者一些 即是 長期 那些叫什麼 包了你的一些supplier 或者你包了他的大客 這樣 不是喔 反過來 是一些包了你的大客 或者你包了他的supplier 諸如此類 而 如果你跟這些人 即是 你們的NATO chart 本名牌裡面 一些聲線真的很合夾的話 哇 你們這個合作關係 很厲害 起碼 起碼長達13年 而在這個13年的光景裡面 OK? 無論是一個結婚對象 或者真的一些商業的夥伴 哇 你們不斷是會狂賺錢 你們會 唉 簡直是 就是 互相成為大家的招財 喵喵 另外 還有一些 或者是一些existing的partnership 或者一些夫妻檔 尤其是如果你們是夫妻檔一起去做生意的話 那接下來 即是今年 那這裡就沒有長達13年的 那 但只是跟過2022 都 即是一起都會找到幾多真銀 好啦 講完處女 接著現在講獅子 獅子2022是一個思想觀念要變革的一年 而這個 變革呢 是我經常都說的 在part 2我都講過 是絕對體現了相餘座的相緣特質 為什麼你會有這個思想觀念的改變呢 是因為由 壞 你才見到好 你要有一個厭離心 你才會開悟 所以呢 你一定要先吃了屎 之後才會嘗試到 砂糖的甜美的 那所以呢 你聽著我現在這些爭言 很重要 詩子座 2022年 有寫才有得 有時做人呢 你需要葬事團備 你才可以補命 打個比喻 如果你欠債累累 哎呀 怎麼辦啊 怎麼還好啊 那沒辦法的了 你可不可以賣了你一些最重要的家當呢 賣樓呢 賣了一些家存之寶去換錢呢 那當然是一個很 這個是一個很慘的斷寫 但是 你不是的話 你破散了 你被人告的了 你什麼都好了 是不是 但是就是賣了之後 你才會發覺 哎呀 原來那些一直的 attachment 不是必須的 原來我是可以寫去那些東西的 OK 又或者我當你好窮 對了 那你終於呢 真是叫做要 就是 馬死落地走 要做一些 你以前是很 不想做的工 很不起眼的工 或者你要由老闆變了去打工 或者你要去 哎呀 真是 死死氣去問人借錢 但是你做了這些事情之後 你才會發覺 原來面子 不是那麼值錢的 OK 尤其是你都知道 很多獅子座都是很喜歡面子的 那所以呢 這些的覺醒 這些的突破框框 是透過自己的不足去體驗的 或者你會透過別人的 generosity 透過別人的慷慨大方去幫你 你就會去反思到自己原來一直的一些不足之處 你開始會去理解別人的立場 所以麻煩2022年 你不要怕暴露自己的不足 我分享一個個人的經驗 早前呢 有一次那個星盤分析 塔前亂林星盤分析 就是分析金銘合的 就是說 雲力雲事件 在那條片裏面 我一直就讀錯了她的前妻 叫做李靚雷 因為那個廣東話字真的讀美 然後呢 就有些人去指證 是讀李靚雷 我便學了一些東西 然後呢 有一個留言 就說 哎呀 是說你 你這樣讀錯了 你會不會很尷尬 然後我就回覆她 我說 你想也不要這樣想 因為有什麼值得尷尬 We grow We learn 我們每一天都是成長 這個世界上沒有人會認識所有的東西 如果我一輩子都讀錯這個字 而沒有人去指證我的話 我相信那個狀況會更加尷尬 但是就是因為經歷了 這件事我才會更加記得 是吧 所以呢 犯錯和承認自己不足 並不是一件可笑的事情 你想想 有些什麼人 什麼人永遠不會犯錯呢 就是他永遠什麼事情都沒有做過 沒有嘗試去實踐自己的一些夢想 那他就永遠不會錯 那這些人就顧布子鋒 所以因為你們自己的不足 今年你們終於可以有一個心靈上的成長 是一個人生智慧成熟度的增長 所以你們要好好去珍惜 但是你不要聽到這麼害怕 其實說真的 夏秋兩季你們都會挺好景的 尤其是當你們太陽獅子作生日的時候 但是拜託 好景的時候不要忘了教訓 你要繼續去謙卑 年初的那些謙卑 春天什麼都好 總之夏天之前 好景之前的謙卑 不要忘了 有一句說話叫做什麼 類似那些 好了傷口 忘了痛 好景的時候 好景的時候 記住要深存感激 去多謝別人 還有如果別人之前是借了錢給你的 你好景的時候要還錢給他們 好了 但如果你說 哎呀我今年 哎呀我沒有錢債的 例如李嘉誠先生 李嘉誠好像是太陽獅子 那他怎麼會獻人債呢 但總之今年都是會有很多債行去牽涉的 那你去借錢給別人 但記住 你去幫別人的時候 不要那麼大支 還有 詩詞座 今年 如果你有一些性病 性功能失調 筆舉 或者一些頭髮的問題 或者一些隱疾 真的不想讓別人知道的隱疾 趁今年去醫 還有 不要怕暴露自己的弱點 有些生理上的缺陷 那醫生不會笑你的 不要為責的意 快點趁今年去醫 好 接著之後說 詩詩座的對家水瓶座 今年你們絕對會體驗到 什麼叫做 詩比獸更有福 記住這六個字 你們的心靈會非常之腐足 這個腐足都可能是真金白銀 真金白銀來的 但更加多就會是心靈上的 財富 好 還有我不是教你做人計算 但是 如果你真的 想有一些 聽到一些更好的實際利益 我教你 因為你肯去施捨 你就會有一個很強的道德感召力 是不是 你就可以因此去收買人心 然後去到下半年 你就可以一呼百應了 就會有很多很夠累的朋友去幫你 達成願望什麼都好 所以麻煩你做戲都跟我做傳統 你裝詩經常都要裝 還有如果上半年你有什麼冤屈的話 麻煩你忍 因為去到下半年就會轉風向了 這個宇宙就會幫你去翻案了 所以綜合以上這兩個點 你上半年你還沒裝好人 有什麼都死因爛人 下半年你的朋友一呼百應幫你去翻案 是不是很簡單呢 這裡的logic 好了 還有這個整年裏面 不分上下半年 麻煩你要加強你自己的吸金能力 就算你不是即時去吸到這個真金白銀 但是你都要起碼去學如何去吸金 例如學一些理財的東西 例如我在今次這個part 5 我有講過我不會碰哪些東西 但是你可以去學的 我不是叫你要去參隻手去買這些東西 但是你可以去學的 為什麼不 接著來到雙魚座 哇雙魚座今年是你的超級無敵大變動年 你人生 不是each 但是很多不同方面的東西 都會開啟了一條新路給你 OK 那你怎樣都會回應一些東西 可能你搬家 或者你結婚 你生仔 你轉工 你轉職 你置業 什麼都好 說真的 在這個系列 我整個part 2 是 dedicated了給你們 你們去接觸多些我part 2 裡面講的那些範疇 就會無往而不理 而事半功倍 而更加幸運的是 如果你們將那些範疇 變成你的事業 那就真的恭喜你們 為什麼 因為當你將那些雙魚範疇的範疇 去變成你的職業 嘩 你很快賺錢 我可以保證 你起碼賺到2023年的5月中 是不是很開心呢 但是如果一些比較懶惰的雙魚朋友 哎呀 我又不想特別去接觸一些 什麼特別新的範疇 我又不是那麼喜歡變動的 那我怎麼辦 其實我對你們這些這麼懶惰的人 我都很絕望 我都沒有什麼建議給你 但是我都可以建議你們 怎樣去避開一些變動 就是你主動在生活裡面 去作出一些小變化 就是一些生活的小習慣 例如我當你 星期一、三、五就喜歡去吃茶 星期二、四就喜歡去吃西餐 那你改了這個範疇 或者你改了你每天上班的路線 你不走A的路線 你不走B的路線 那在這些小小的改變裡面 就儘管幫你去應一下劫 因為呢 的確我在今年的這些升盤裡面 都看到有一些雙魚座 是非常之不願意去變的 OK 那沒有辦法 好 接著最後去到金牛座 那一向你們就不喜歡人多 太吵 太熱鬧 太熱 太髒 身水身汗 太逼的了 那你們只是喜歡一些 三兩知己的小小人在這裏 其實說真的 那哪個人不喜歡三兩知己的小小人相聚呢 不是喔 不過都有的 例如火星星座 特別是獅子座 很多獅子座都很喜歡 人多多 吵鬧鬧鬧的 Anyways 但是金牛座 Sorry 今年你們要改 你要加入越來越多的組合 越來越多的 可能那些不同的WhatsApp Groups 可能行山群 踩單車群 食物群 然後當然不只是叫你 入那些Group 你真的要出來 去整班人在這裏玩 在這裏相處 OK 那我認識這麼多人做什麼呀 當然有你 就是多些去交流一下思想 去轉一下你們一些 那些死牛一面頸 那些固執到飛起的 一些Mindset 可以去擴大你的視野 視野 還有說真的 出外靠朋友 我可以告訴你們 你們 我在Part1都說過 你們麻煩快點去重聽Part1 特別是 Part1還Part110 但這裏呢 這裏也要聽 所以兩者沒有衝突 但是我根據我現在要看的 這方面的聲像 就告訴你們 你們的下半年突發事件特別多 所以如果我在Part1說你們上半年很多 那你不需要好奇 那究竟我在上半年麻煩 還是下半年麻煩呢 根據Part1 那些的聲像 就你們上半年麻煩 然後根據我現在要看的這些聲像 你們下半年就麻煩 就是你整年都麻煩 OK 那總之你兩Part好相參考 Part1和5 好啦 總之你們下半年的突發事件特別多 真心的 例如身邊哪個人死 哪個出意外 所以 你認識多些朋友 有你數的 幫你咯 是吧 他們 因為這樣 這個世界上很真的 出外靠朋友 是吧 OK 那還有 就是講起 哪個人死 哪個出意外 OK 在秋季 秋季就會有 木星逆行 還有 天平座的水星逆行 在這個整整的秋季 你就會見到很多 舊的朋友 特別是一些 你以前不喜歡的朋友 或者你要去出席他們的喪禮